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要看到 当前卧市在投资 财政收支 产业发展 招商引资 能耗等工作上仍存在短板和问题 要坚持务实态度 认真梳理问题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努力寻求突破 向前迈进 会议强调 一是要突出抓重点项目 加快推进牛田阳快速通道 金沙西路西岩等一批再建项目建设进度 对尚未开工项目要设置工作专班 各区县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轻抓 用好每月一调度机制 对重大项目关键节点 要每周跟进进度 要谋划好一批储备项目 切实把任务变项目 把项目落实到责任人 把责任清单化 二是要突出抓招商引资 广泛凝聚乡闲力量 引导乡闲以各种途径 积极参与汕头建设 加快推进深善产业协作 深入开展铸点招商 市场化招商 充分发挥汕头海上风电产业园和新型产业用地政策等优势 切实推进产业链招商 吸引产业上下游企业集聚 凝聚招商合力 三是要突出抓产业升级 连片成规模推进低效产业用地公改工工作 加大计改投入 加强科技创新 引导企业提制增效 同时通过旧厂房改造 进一步改善城市观感 四是要突出抓政策落地 对中央 省 市 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进行全面梳理 摸清政策底数 特别是当前要围绕能耗 融资 保障性租赁住房等政策 深入学习研究 推动汇企汇民政策落地落实 五是要突出抓财政收支 加快转变管财理财方式 激发开源动力 税收征管要做到应征竞征 优化支出 确保重点工作财政资金保障 加强和规范专项资金管理 会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紧扣时快早准效 突出抓好工作作风 要围照干城市的目标 做成一批立竿见影的好事 解决一批历史遗留的难事 启动一批打地基 立场远的实施 干出一批影响全局的大事 要勤年干事 办事不拖 不推 不等 对市委是政府部署的工作 要及时跟进反馈 要及早谋事 提前谋划明年重点项目 专项债申报储备等各项工作 要坚持问题导向 找准节证和短板 解决问题的措施要更加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要以结果说话 奋力推动汕头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市领导赵志涛 李昭 黄海 王雪竹 陈武南参加会议 市职有关部门和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做发言 今天下午 汕头港东北汕头干州集装箱海铁连运开通仪式 在汕头北站铁路货场举行 这是广澳港区开辟的首条海铁连运通道 为内陆地区货源进出开辟便捷的出海通道 标志着汕头港广澳港区集装箱多市连运取得实质性进展 首批约2000吨来自东北的粮食饲料原料 共66个海铁连运专用集装箱从辽宁省银口港始办 上月31号到广澳港卸船后运至汕头北站 今天再由铁路运达目的地江西干州 如果没有的话 它可能从北方到了湛江 再从湛江往上走 这里头就会有很大的时间效率都改不上 成本肯定相继就高了 在整个成本来看 我们能降到30%到40% 未来我们扩展更多的不同货类不同货种的这个业务 业务的发展使这个平台会越来越大 集装箱海铁连运属于多市连运的一种 将集装箱运输由传统的单一运输模式 转向不同的运输方式连接起来 以实现门到门运输具备效率高成本低的特点 此次开通的集装箱海铁连运 对广澳港区创新服务模式 完善及输运新通道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将有效促进汕头港与内陆城市的互动 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会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甚至是带动通过汕头这个区域 跃动的区域 带动辅地的像河岩啊 梅州啊 江西啊 甚至再往后是韶关啊 湖南啊 这一片地区 那么依托今天这个开通的这个平台 那么依托我们招商局 在码头 在船队的优势 那么依托我们铁路 在全中国12万公里以上 这个铁路网的优势 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紧密 从单纯的水工变成水铁 是完全符合低碳环保的要求 为汕头的经济发展 能够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补充作用 近年来汕头招商局港口 不断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港口航线布局 随着广澳港区二锡工程投产 和起步工程改造升级 广澳港区现有专用集装箱博位6个 按线长度1691米 年设计通过能力190万标箱 十月东地区博位等级最高 通过能力最大 设备设施最先进的专用集装箱码头 今年一致十月份 汕头招商局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37万标箱 同比增长36% 增幅领跑全国沿海主要港口 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 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 建立完善税费优惠政策落实工作机制 通过事前宣传辅导 事中密切跟踪 事后分析问效的全链条闭环式管理 以及网上有专栏 线上有专席 大厅有专窗 事项有专办 过程有专都的保障体系 确保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应之禁止 应想尽想 为企业减负撞金股 松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是我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 但近年来 企业面临经营成本上升 传统销售渠道受冲击等多重压力 在企业产业转型的阵痛期 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让转型过程中的企业 有更充裕的资金 顺利推进小型化电子元器件开发 生产项目 持续研发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端产品 走科技发展之路 目前 企业拥有18项自主研发新产品和技术 7项发明专利 和50项实用新型专利 预计2021到2022年 产能将提升30% 2020年是享受的到709.3万元 那今年我们国家减税降费加大力度 所以从75提到100 减税降费结下来的资金 我们主要用于新产品的优化 还有矿大厂能 这是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市税务局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落实减税降费行动 帮助企业纾困简难的一个体现 作为全国化学世纪龙头企业的 西龙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也真切享受到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 企业在税务部门的专业辅导下 用准用足国家减税降费优惠政策 今年 企业利用研发费用100% 加计扣除所减免的 约700万元所得税 升级生产技术 扩大生产规模 公司研发费用 及研发成果的转换率逐步提高 进一步促进了产品结构调整 和研发成果的产业化 保占了企业持续创新的能力 进而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在政策落实中 市税务局着力推行 申报迹想受服 企业在网上申报时 系统自动识别和计算 纳税人的税收优惠信息 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可便捷实现自行研判 自主申报享受 相关资料留存被查 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 持续为企业减负担 撞金股 用减下来的真金白银 增强企业的创新发展活力 助力各类市场主体走好 由小到大 由大到强 由强变优的进阶之路 昨天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 继第八轮考核评比通报约谈会 传达中央文明办在深圳成都举办的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培训班主要精神 传达学习新华社报道 文明花开满城方 通报我是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情况 和第八轮区振阶考核评比情况 市有关领导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我是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情况 我是于今年开展第三届文明校园评选工作 分两批进行 第一批建成区内428所学校的文明校园考核工作 已完成 创建成效较好 市文明办近期将启动第二批建成区外 629所学校的文明校园考核工作 最终将结合第一第二批成绩 择优评译评选出200所学校 为第三届扇斗市文明校园 会议通报了今年全市第八轮 创建文明城市考核评比有关情况 龙湖区金霞街道 豪江区滨海街道 京平区小公园街道 在全市64个镇街中排名前三 朝阳区桂宇镇 古饶镇 潮南区雷岭镇排名分列 全市倒数第一第二第三名 在各区综合排名方面 龙湖区 京平区 豪江区 潮南区 城海区 朝阳区 分列全市一至六名 会上向综合排名第一位的龙湖区 和综合排名前三的镇街 搬售流动红旗 搬售流动红旗 综合排名末位的朝阳区和排名后三位的镇街领取了流动黄旗 自2018年以来 我是创建文明城市考核评比已开展了26轮 期间不断探索完善考核评比方式 以考核评比作为创建文明城市长效机制的强有力抓手 承销环境面貌 社会文明风尚得到明显改善 接下来是创建办将持续完善考核评比机制 精准施测 长效常态 推动文明创建工作 稳步提升文明创建水平 会议讲究 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坚定目标信心 逐级压实责任 深耕重点区域管理 以动态巡查 突击检查 专项督查等方式 推动文明城市创建有效落实 要成事而上 再接再历 将文明创建 融入到亚经会筹备工作之中 既要抓好面子 也要抓实底子 加大力度 去除城市死角 要围绕文明城市 为人民的主旨 花心思 下力气 抓常态 促长效 切实提高创建工作水平 昨年召开的会议 还通报了 本轮全市六个区 和64个镇阶 创建工作考核评比情况 其中 龙湖区 津平区 豪江区 潮南区 城海区 潮阳区 分列全市一至六名 其中 龙湖区为第一名 潮阳区为倒数第一名 考核评比城际 前十名的镇阶 分别为 龙湖区 金霞街道 豪江区 滨海街道 金平区 小公园街道 金平区 光华街道 潮南区 隆田镇 城海区 连上镇 龙湖区 欧厅街道 潮阳区 金造镇 龙湖区 龙祥街道 金平区 驼连街道 考核评比城际 后十名的街道 分别为 潮阳区 桂羽镇 潮阳区 古饶镇 潮南区 雷岭镇 潮阳区 西路镇 潮南区 城田镇 城海区 城华街道 城海区 广义街道 潮阳区 河西镇 龙湖区 珠池街道 潮南区 红厂镇 天下午 岳菜师傅产业文化发展论坛 在潮博馆多功能报告厅举办 作为一项重大就业工程 名声工程 岳菜师傅工程综合运用人才培养 就业创业 产业发展和文化品牌建设等多维度政策举措 聚焦发力 以小切口推动就业与产业发展大变化 论坛上 多位饮食文化专家 岳菜烹饪大师围绕岳菜师傅工程的意义 行业前沿领域和饮食文化赋能 人才培养 餐饮品牌打造等进行交流探讨 共同为岳菜文化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岳菜国际影响力提升建言县策 岳菜跟潮菜的发展 必须有人才来支撑 那么这个人才的培养 必须是由零到一 在这个过程中 很扎实地令好基本功 乃至在互以一些专业支持 跟多维度综合素养的课程进行培养 品牌打造出来之后 经营者会更爱惜自己的羽毛 消费者去选择品牌来的也更有保障 品牌对双方来说都是共赢的 双赢的 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 围绕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 岳菜师傅技能大赛 组织多余种网红主播 到汕头 拍摄制作五集系列短片 网红粤实际 这些智语 越南语 印第语的网红主播 通过吃播体验 与岳菜师傅互动 原材料溯源 及饮食文化介绍等环节 向各国受众全方位展示 粤菜的独特魅力 粤菜师傅的传承创新精神 和粤菜产业文化的发展成就 潮山地区的人们非常注重食材的新鲜 然后包括南澳的海鲜 还有汕头的牛肉火锅 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选取了卤鹅 牛肉火锅 南澳海鲜 还有鱼饭 这四个汕头地区 特别有特色的美食 来拍摄这次的微纪录片 我们的这个纪录片 将在南亚 还有东南亚 还有东亚的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播出 我们也希望把汕头地区的美食文化 传播给国外的受众 在南澳咱们汕头的南澳岛上 讲述了咱们这边曾经的一个小渔村 如何通过这个渔业发展 旅游业发展 和一些新兴的一些民宿啊 发展成了现在 家家户户都过上了非常好的生活的 这么一种状态 我也是通过直播的形式 去向印度受众讲述 他们也是就是说 原来中国人这么聪明 他们可以想到这么多致富的新方法 这次央视总台 选择了我们鲁儿 作为潮上美食的新团 说明鲁儿在外界成为潮上美食代表 接下来我们希望更多的潮上美食 能够走向前华前求 让更多人有解和喜爱 禁止金平区举办榜样力量 驻梦前行先进模范事迹分享会 邀请中国好人陈振勇 分享其多年来行善助人的事迹 陈振勇出生于朝阳西卢破头村 小时候在乌桥外婆家生活 40年前外出打工 事业有成之后 积极支持汕头惠州等地公益慈善事业 作为金平区慈善总会名誉会长 陈振勇十多年来累计捐款捐物价值超6000万元 其中为金平区和乌桥岛捐资2000多万元 成为越东慈善事业的榜样 也是凡补家乡相嫌的楷模 今年三月陈振勇被评为中国好人 希望经到前任的游户口 都会接向团团 会接向文明兴设 会接向 为推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社水平 各项考核指标落细落实 今天上午 社和长办联合式创建办 到金平区开展和湖水平专项度查 在陀济河云渡居尾段 河掌制公式牌附近有垃圾杂物 水面漂浮着零星垃圾和死鱼 桥身下方有腐烂木板未拆除 在陀济河下指居尾段 岸边有建筑废土堆积 有不少电缆深入水面 水面漂浮着零星垃圾 隐蔽处有垃圾 水体有异味 在沙北牌区域景色区段 岸边有建筑材料堆积 树木砍伐未清运 水体浑浊 玉港河大井社区段的 河掌制公式牌周围 杂草丛生 水面有废弃木板及垃圾漂浮物 附近桥底水面有垃圾杂物 形成卫生死角 西港主牌区光华街道 大雪路上社区段总体情况良好 岸边铺设步道并增设围栏 督察组指出 要全面落实各级河掌主体责任 进一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努力打造水清暗粒的城市生态景观 要强化智常管理和巡查 持续做好河道和地暗保洁工作 特别是加强对破坏河道环境 卫生行为的整治力度 全力营造良好的水域环境 城海区连下镇建阳村神州寒干渠附近存在垃圾乱堆放的现象 经曝光后 连下镇高度重视 联合当地水利环保和环卫部门进行整改 目前干渠岸上垃圾杂物 岸边步道以及河面上垃圾已清理干净 附近电线杆上乱贴的小广告也被清除 上午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技能大赛 其粤菜产业文化交流活动在我市闭幕 本届活动中来自全省21个地市 和香港澳门等地区23支代表队的135名选手参赛 大赛厨艺大师和新秀 年龄最大53岁 最小16岁 展示了新时代粤菜技能人才的精湛技艺 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本次大赛设有中式烹调 中式面点两个工种项目 分别下设名厨组和新秀组四个组别展开比拼 最终共决初中式烹调名师和中式面点师 123及优胜奖共69名 来自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 汕头技师学院等单位的 我是五名选手分获多个奖项 肯定是评委对我们朝菜的一个认可肯定 我是粤东技师学院的老师 我会把我个人经验都一一给我们一些学生讲解 心灵其实还是比较激动的 我会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引后前进的动力 经网友投票 摆除群衣会网络投票 共选出我最爱的沙道月彩 包括乡村彩虹捞鸡等六道广府彩 潮市炸虾枣等三道朝圣菜 和秋蟹锦绣炉鱼等三道客家菜 我这一次是在摆除群衣会 赏识着这个潮市炸虾枣 获得了这个网络投票第一名 欢迎各家的朋友 有机会来到山头来品尝潮商的美食 把我们潮商的饮食文化花扬光大 本次比赛 选手们都是精彩努力 而且是尽心认真 做出了他们应有的水平 值得包扬 在粤菜师傅工程师师以来 我们山头技术学院 通过这个平台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向社会大量的输出 服务社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